抵消到那個洪水的那個衝擊力 就好像說海邊的那個蚤蟑很快 然後他過來之後 他就是一個淨水池 他水就到那邊淨下來 他可以把一些那個沉澱屋再沉下來 沉積下來 他每年或是若干年之後 他會再把裡面的那些沉積的那個泥沙泥水 他再清掉 他就他用這個方式來整座 齒狀硝能寬 把那些泥沼給充電 欸 減緩掉 那個海岸裡面那個肉長藝術一樣 因為他用如果說只是一個一排的防波子 的話 他那個沒辦法那個 啊 我知道 這邊可以到那個天園宮 如果花季的時候 我們就會走這裡去 這邊就直衝 天園 對啊 對 而且不會塞車也不會管制 可是我還不知道 我們每次都是從淡水那一頭 你們幹嘛走那裡 那裡超級會塞 我們來拍拖籃 從淡水那裡 我們來拍拖籃 我們來拍拖籃